羊水市某处城中村 发现了一具漂浮在画粪池上的尸体 原本一丝不挂的尸体 因为浑身爬满了苍蝇和蛆虫 仿佛穿上了黑白黄香剑的连体衣 警察刚刚接到报案电话 还没搞清楚状况 网络上的视频传得快人手一份了 流传最广的是一个微博小号 发出来的监控视频 一个看不清长相的男人 侧对着监控摄像头黑黑的笑着 肩膀抖动着 看得出来笑得快抽搐了 只见他一边咧嘴笑 一边开始脱衣服 甚至诡异的对着自己上下乱摸 一副猥琐的样子 男人没一分钟就把自己脱光了 四肢就像是新装上去的一样 活像浮上行里的丧尸 摇摇晃晃的站在了画粪池的边缘 他越笑越大声 从监控的视角 只能模糊看到他赤裸的身材不错 男人的象征也尺寸不小 一眼不俗 只见下一秒 这个男人从地上抄起一把水果刀 直接冲着自己的肚子来了一道 视频播到这里 网友吓得正要报警 突然监控里的男人摸出手机 不知道操作了什么 好奇心大的人就差放大视频 凑近脑袋想看了 下一秒 视频里的男人却咔咔地转头 对上监控视角 凑不及防地咧着大嘴一笑 那眼睛在监控视频里 闪着反射的白光 抬头鬼笑的样子 仿佛要透过监控盯上观看视频的人 好多人吓得头皮发码 差点打了手机 却见男人一个前冲 直接栽进了画粪池 短短几分钟的截取视频 在微博上闹得不可开交 暴自直接将他送上了头条 网友纷纷留言 我靠 哪来的博眼球赚热度的 谁脑子进水 拍的作秀视频 杨建人能能不做阴间事 我觉得像自杀 快报警 去迟了人就没了 哎呦我的妈 这暴露狂义务所有连命也没了 好在他看起来还有个大病 这明显有故事啊 别管人家笑个像不像250个死鬼 我手机摔坏了 谁配 谁自杀选这样的方式 就两分钟视频 又看不出来死没死 一定是假的 你们说会不会他老不虑了他 他想不开玩这套恶心人啊 我觉得他像毒蘑菇吃多了要躺板了 不对 他躺粪坑了 深夜十点 杨水市接警部门的电话被打爆 接线员好不容易履清来龙去脉 便赶紧通知了我 我叫余山 青南刑警大队副队长 我一接到通知 三步并坐两步冲上楼 直接将刑警大队总队长 林志堵在了门口 林队 百来个网友报案说 有人自杀 同时咱们辖区有人报警 在画愤池里发现了一具男尸 两方描述一致是同一个案子 我皱着眉头快速说完 时间地点说清楚 通知法医和横检人员马上出发 警车开往案发地点的途中 我将目前已知的信息梳理出来 除网友报案外 现实中第一位报案人 是附近街道的老官夫 半夜喝酒出门小便时 无一看到一个人飘在粪坑里 怎么都叫不起来 然后便报了案 死者男性赵有洞 本地人三十出头 已婚没有孩子 死亡地点是一处正要改建的画愤池 刚接完局长电话的灵智浓眉紧锁 这个案件已经闹上全网头条了 一想到他必须一周内破案 他整个人报道起来低声咒骂 妈的 这都叫什么事情 哪个神经病大半夜晚自杀 死哪跑死粪坑里 晦气 我没说话 自顾自思考 自杀的话 谁会选择跳粪坑 真以为自己能自产自消吗 脱光鬼笑 哄自己妖子 扮演丧失跳粪坑 这些加起来 让人怀疑 是不是精神病院忘锁门了 警车一停下 我立马下车进入案发现场 我倒要看看 跳粪坑死亡的死者 是哪个病院跑出来的奇葩 夏季夜晚造热过分 画粪池是露天状态 一阵一阵的恶臭扑面而来 数不尽的苍蝇在周围翁翁乱飞 明智的表情越发难看起来 他黑着脸 只会下粪坑打捞尸体 和他手机的警员 法医则等着尸体捞上来 兄弟们小心点抬啊 尸体没穿衣服 脱粪便吧 我找来梯子 坑吃几下爬了上去 只见摄像头表面覆盖了一层尘土 在探照灯光下 能明显看到 一道被刮蹭掉的灰尘减层痕迹 谁打偏了摄像头 巧合吗 把这处痕迹拍照下来 我想了想到 林队 视频只有可能从保安室泄漏的 对方嫌疑大 我先带人去看看 而此时的保安室里 坐着一个男人 他就是在网上发布 跳粪坑视频的江文超 江文超是在爱前世主的混混 还进过一次局子 没对象没房车 除了会自己打炮 一无是处 在朋友的介绍下 他在这片城中村 当了个看大门的小保安 说来也巧 他昨晚闲着没事 打开了几个月没看过的监控 想找到附近 有没有长得勾人的小娘们 他想约着玩一把 谁知道这一看不得了 他随便打开一个视频 却发现摄像头居然歪了 不对着马路 就算了偏偏对准了一个露天粪坑 我落个去 千万不能被村老头发现 不然试着扣钱赶我走就完了 江文超正要起身出门 一抬眼却看见监控屏幕里 有个脱光的男人 站在了化粪池的旁边 哎呦呦 这男的真不见外啊 在外面脱光了 该说不说他的玩意儿真大 这不会是家里毛坑堵了 跑出来想对着粪池打炮吧 江文超看着男人 一顿操作猛如虎 嘎腰子跳粪坑 吓了眼珠子快动出来了 卧槽卧槽 大半夜嘎自己腰子 卧槽 跳下去了 他110都按下了 他看着视频上的头条 正感叹自己要出名了 打算把男人 由上岸的场面拍下来 再赚一波热度 突然保安室外传来敲门声 谁啊敲你妈的敲 于警官 见到开门的人我也是一愣 这不是之前办的 卖黄片赚钱暗嫌疑人吗 真巧 你出来以后 在这里当保安 得到对方的点头 我没工夫对他进行思想教育巩固 开门见山 保安是吧 今晚又发现什么异常 有没有见谁 鬼鬼祟祟来过监控室 警官你在说什么呀 这里就我一个保安 平日里就我待在这 没有什么异常 我没脱一皱 拿着手机调出视频 关于这个视频泄露到网上 只有保安是一个地方 你没离开过这里 也没人来 你有什么想说的 见我的语气越发严肃 姜文超障案和尚 摸不着头脑 这个视频怎么了呀 这就是我上传的呀 挺好玩又变态的 没想到于警官也感兴趣啊 视频中的人死了 就躺在你拍视频的粪坑里 我打断姜文超的红话 什么 姜文超满脸的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啊 他明明白白 看到那个男人晃动的大膀子 从粪坑里起身 吭吃吭吃的就游上岸 怎么可能死了呢 于警官我给你看监控 当时他可好好游上岸了 这在视频要被调出来的时候 姜文超操作鼠标的手一抖 桌面上的水杯倾倒 砸在电脑主板上 扒击一下本就不清楚的监控 直接黑屁股 姜文超惊慌的腿都软了 声音不利索起来 我 我不是故意的 一想到死人了 我这手不听使唤想抖啊 我暗骂一声 黑着脸是一警员 将电脑拆下送回橘子抢修 反手拽着姜文超的后衣领 去往现场 姜文超一过来 就直面警员 把一具裹满黄色排泄物的男尸 抬到离自己不远的地方 他一声尖叫摊在地上 双腿直灯地窜出老远 眼神在周围人群里 胡弯地瞟着 就是不敢落到男尸上 他 他这姿 是和他栽下去的样子 一模一样 那我看到 有伤害的人 难道是他的鬼魂吗 听完我说完 网上视频的来由 暴躁的灵智 看着眼熟的姜文超 也想起了前不久的卖片事件 上谁就是一脚 把你看到的监控内容 一字不漏地复述出来 见周围看戏拍照的人越来越多 我及时拉住发脾气的灵智 这里人多口杂 我先压他先回去 这时法医走过来 说了自己的基本发现 腹部刀伤 凶器是还扎在肚子上面的水果刀 没有其他可疑点 需要回去进一步的解剖 横检人员搬着勘查踏板 在暗发地周围进行痕迹取样 惊奇的发现 有一串清浅的粪水足迹 蔓延到草丛里消失不见 我看着粪坑有点发呆 和灵智商量了一下 兵分两路 灵智带人去赵友洞家搜查 我则带着一部分人回警局 安排各部门携手调查死者信息 我正要拎得姜文超走 他这时却突然颤抖着腿 提了个要求 说话磕磕巴巴的 仿佛背下的不轻 说这份保安工作 可是他好不容易才找到的 他可以去警局配合调查 但是他想要在去之前 给村老头打个电话请一下假 无故矿工会影响他的试用期的 我瞧着这个混混存量后 居然多了责任心 挑着眉目光有点赞许 这小子出来后学好了呀 这样想着我便将自己的手机递了过去 姜文超不明意味的黑黑一笑 弯着腰接过手机 也不闭着人 直接按下号码不通 喂 是我姜文超 我马上去警局配合警察工作 一时半会回不来了 之前说好的价格 都必须一分不差的打我掌上 放心 他们都是个蠢的 我做事你还不放心吗 你说什么任务我都提起安排好了 少我一两天不会出问题 我一听到这些的 我觉得他说话没大没小牛头 都对马嘴的 一股怪异的情绪浮了上来 打完电话的姜文超 把手机还给我 我看着他恶意的笑 还是那肚混混嘴脸后摇摇头 可能是死了人 导致自己太敏感了 看谁都可以 夜幕黑沉 无人看到打完电话的姜文超 被在身后的手 悄无声息的 别个OK的手势 他们低垂下去的脸上 有着让人看不懂的见效 酷于网上越来越疯狂的讨论 警局众人连夜调查 我刚结束对姜文超的问询 一出审讯室 正扶着脖子叹叹活动着 就被一位警员 慌里慌张地拉进了会议室 市里坐离大圈警员 每个人都神色各异 大家都在啊 那我把我问出来的 加上总学说一下 我复述姜文超的原话 他就是图好玩 把视频分享在网上 至于后面说死者爬了上来的话 还没有得到证实 而姜文超和死者 不认识也没有任何的利益纠纷 虽然电脑还在修理 需要一定的时间 但是姜文超没有撒谎的必要 况且横检又上岸足迹 也佐证了死者 可能真的在粪坑里游了一圈 没死又上岸 林志一直未说话 他在赵有动垃圾厂一样的家里 什么都没找到 正常自杀的人都会留下一书 或者似是而非的告别语录 但是赵有动的家里 除了脏万差 要啥都没有 从各个地方的落回程度能发现 除了那张床有睡过痕迹 其他地方很久都没人动过了 要么是太懒惰 要么就是有钱要搬家了 不必收拾 此时护几颗警员 将死者基本信息投凭在幕布上 没有什么特殊的工作经历 甚至近三年连工作都没有 寥寥无几的资料上 最显眼的反而是他的那张脸 不知道谁在下面小声说了一句 你挖造人 在这个死者身上叫糊弄人 我这才抬眼看了一下 不得不说这个赵有动长得是真剧 三脚眼罩烧梅蒜头鼻 甚至满脸的茂蒙豆坑 长得比谁都难看 烦闷的林志呸了一声 就这还能有老婆 那位警员接着林志的话 又放了一张图片 妻子张梅棠 长发飘飘眉眼温顺 五官精致的过分 哪怕三十几岁的年纪 依旧身材有志 让人惊讶的是他的简介 写着孤儿和赵有动结婚三年 最让人在意的是 警员汇总的周围邻居的笔录 这对夫妻很恩爱 从来没有吵架 有大男子主义的赵有动 说什么就是什么 张梅棠是个合格的妻子 我嘴角一抽 这个赵有动也是个神人啊 住在城中村三年不工作的丑男人 这样都能跑得脱乱老婆 我这国家单位 有无险一金的勤横打工人 还是你太单身呢 察觉自己越想越偏 我说回思绪发问 反应那边的事件还没出来吗 通知这个赵有动妻子 来认领尸体了吗 负责这部分的警员摇头 这个张梅棠不在自己家 目前行动不明 打过电话通知了 但是对方不相信我说的 直接挂电话了 还把我拉黑了 大家议论纷纷 死者家庭组成奇怪又离谱 这妻子的态度也很不对劲 林志给警员下命令 直接找通信部门 定位手机信号 排查他的资金流水 去他消费过的地方周围蹲塔 正在大家不知道 下一步怎么办的时候 会议室外正骚动 众人一抬头 就看见了他们的局长 一脸的臭色 原来是网上的舆论控制不住了 起先只有姜文超图 好玩发的视频 本身的热度 官方好不容易压下去了 谁知道 就在大家将注意力 放在案情侦破上时 一些打捞尸体的片段 被耗尸者传到了网上 热度居高不下 甚至有心怀正义的市民 打着督促破案的口号 大半夜组织人群在警局外围着 我和林志低头顶着局长 唾沫横飞的愤怒 在保证一定尽快破案后 才终于劝走对方 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案子必须速战速决 你卖一分 就会多折损 一分公安形象 林志手里拿着跟赵有栋张梅棠 有社会关系的所有人名单 打算逐一排查不在场证明 他双手拍桌而起 可我交换了眼神 便带人离开了 我整理资料去了通信部门 明天上这个宅男赵有栋 对外不存在什么大的社会矛盾 那就有必要查查他在网上的痕迹了 索性终于查到点东西 我指着警员调出来的银行流水道 他这一年内 断断续续收到了同一个账户的汇款 高达一百万 查一下对方和赵有栋什么关系 不多时 我知道了 这是金南市龙头企业老总丁桥梅的公开账户 我摸着下巴觉得有点意思 但凡做坏事的人 有点钱圈交易的 哪个不是藏在掖着 这不费吹灰之力 就查到了区款来源 显得没问题 却处处拓着问题 继续查 我翻看了丁桥梅的个人资料 完全和赵有栋是两个世界的人 说是豪门不为过 赵有栋就是个社会迷虫 怎么想应该有什么交集 我正沉思着 一个年轻的技术警 一脸纠结的端着电脑走过来 于对 现在网络上炸开锅了 我发现网上舆论中 跳得最早最欢的是这8号 IP地址天南海北的 但是搞事的时间 几乎是前后脚 话术出其一致 有种过于巧合了 我总感觉是一场有人为 组织推动的舆论热度 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次案件和往常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就在于这个舆论 几十万网友盯的要求 尽快破案 而一旦有舆论的介入 不乏出现忙里生乱 错失关键线索 造成误判的情况 是这个技术警敏感了 还是没有乾坤 我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让他顺着这几个号 往下查一查 几个小时里 我都看着警员在网络上 大海捞针找线索 想了想 打算去解剖室看看 这时 法医结束了第一次事件 给我了一份详尽的报告 我认真的一行一行看下去 随着时间流逝 我的眉头越皱越紧 这份事件报告太有问题了 不 不是有问题 是太诡异了 水果刀的切入很深 照正常来说 这样的深度和窗口 流血量过大会 造成失血过多休克 但是这个捅伤的窗口 没有生活反应 是死后伤 可是姜文超发布的 那段监控视频 没有被编辑的痕迹 视频明明白白显示着 赵有动捅了自己一刀 然后还跳进了粪坑 如果这个捅伤是死后伤 难道当时笑着捅 自己的赵有动 其实已经死掉了 还有死者的口腔呼吸道 没有粪水 而众所周知活人 溺死都会枪水浸费 那么这个赵有动的情况 就代表他不是活着进粪坑的 种种现象表明一件事 他们警方甚至几十万网友 看到的都是一具尸体 在那表演吗 越想越恐怖 我头皮发麻的 继续往下看 法医根据视频里 死者大笑 推断他有病或者中毒 进行病理切片检验 和毒物检测后 发现赵有动没病 倒是没病 嗓子眼却卡着一朵 红烟烟的毒蘑菇 我越发的看不懂 这份事件报告了 赵有动吃下了这个毒蘑菇 再结合视频 案件梳理就很流畅 毒蘑菇影响他的中枢认知 他神经错乱的大笑脱衣 然后将粪坑当作游泳池 进而被粪水淹没 形成机械性窒息死亡 但是问题诡异在 毒蘑菇卡在嗓子眼 都没有进入食道 甚至一丁点的被消化的痕迹 都没有 那根本达不到置换的可能 尸体上的种种痕迹 都和视频顿上 我翻来覆去 看了好几遍事件报告 有点疑惑地看向法医 既然刀伤是死后伤 那他的致命伤是什么 这报告里面怎么没有 目前没有发现 需要二次尸检 法医有点懊恼 嘴唇一如半上 才冲着我道 雨对呀 有没有觉得 这个案子神神叨叨的呀 尸体反正以这样的状态死了 那网上流传的视频 只有一种解释了 就是他死后 让自己鬼魂出来 重现了一下自己的死亡场面 我抬手就是一巴掌警告 虽然心下有点被唬住 但是面上还是一正言辞的教育 他要相信科学 不知不觉又到了深夜十点 此时距离案发过去了24小时 我看着警局外 依旧围着群众 又想了想法医说的鬼魂论 还是放弃了出警局会和林志的念头 随着电剧声响起 法医开始给赵友洞开炉 做第二次事件 我蹲在一旁又拿起视频 重新一针一针地看得起来 没办法 技术不说 电脑老旧就不回来了 我不觉得姜文超在撒谎 索性继续看仅有的视频 正当我看到脱光光的赵友洞 给自己来了一刀的时候 我的视线无意识地定格在了 对方男人的象征那里 我挑高了一边的眉毛 心情有点复杂的 看向解剖台 视频上男人的生殖器雄壮不俗 而解剖台上躺着的赵友洞 身下的物件 有点小的可怜 就算是视频模糊时针 也不至于差距这么大吧 我脑子里有点乱 在这总觉得真相马上就要出来 郑小鸡警部门给我来了电话 我一边接通 一边继续播放视频 鱼鱼对 闹鬼了 对方抖着声音 死者手机还没打捞出来 110这边突然收到来自死者的短信 我是自杀的 赶紧埋了我吧 正好这个时候 视频播放到了赵友洞 拿着手机倒过后 突然对着监控诡异咧嘴的画面 我吓了手机都扔了出去 一抬眼 就看见法医扶着尸体的脑袋正对着我 死不瞑目地盯着我 我滴妈呀 我猛地起身 筋鸽正捧着脑人过来的法医 差点没捧住东西 我不小心踢到 尸体感觉背后凉瘦瘦的 强打精神 问他有什么新发现 有大发现 他脑袋里就像豆腐渣 我在他后枕部发现一个针孔 针孔附近的皮肤有生理反应 是生前伤 同时我还在这个针孔附近 提取到了一种黄色液体 我马上送去毒物检验 闻眼我魔光发亮 拢得一拍大腿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催着法医赶紧将发现送去解决科 我自己回身给赵友洞的生殖器拍了照片 随后连走带跑的冲进会议室 路上给林志打电话 让他们抓紧回局里 我按带着激动终于等回林志 还没有说话 却看见回来的林志 直接踢翻了椅子 这他妈的都是什么事情 找不到任何奇怪的点 局长又催 那个混混的视频 不是明显看得出来 死者是自杀的吗 赵老子说直接自杀即案得了 我知道林志是因为 没看到事件报告 才说出来这样的牢骚话 没硬喝什么 直接拉着他坐下 说出了一句 让在场所有人都震惊的话 视频里的人 无论在向赵有动 但是我敢肯定 这个跳坑的男人 绝对不是赵有动 我把视频里的男人的 生殖器官照片 和赵有动的放在一起 投屏到幕部上 运用比例知识 对比这俩照片 很肯定的断定 两者不是一个人 只有这样 试检报告和现场足迹的 诡异之处 才能得到解释 林志看的越来越复杂的案件 脾气怎么都止不住 刚好门外 有警员通知 找到张梅棠 并且带回来了 他直接起身走出去 我去审讯 我原本没打算跟出去 奈何外面的哭闹声音 已经大得 把会议室里的谈话声揉盖了 我只好出去看看 只见张梅棠本人 比照片上还要漂亮 但是他脸上的畏缩惬意 和他富有美艳的长相 形成很大的矛盾 他衣服杂乱 裸露的皮肤 能看到数不尽的伤痕 我老公没有死 你们干嘛非要我来警局 你们打扰我工作了知不知道 我如果不工作 就没有工资照顾我老公了 你们快送我回去 见警察对自己的叫嚷不为所动 张梅棠开始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这个工作是我老公介绍给我的 我不能做一半跑路啊 我求求你们了 能不能送我回去啊 像我这样运无事处的人 根本没人喜欢的 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愿意娶我爱我 他说只要我好好工作 他就会好好对我的 你们这样反爱我工作 破坏我的家庭 我要告你们 我正在思考 这算不算网上常说的精神 突然就听到林志在询论警员人 是从哪里带回来的 只见警员一脸的干大说 是从一个男人的床上 严格来说人不是警察找到的 他们接到举报说 某宾馆里有卖银够当 警察到达现场才知道 当事人是张梅棠 当时的场面极其火辣 遍地都是皮鞭手铐女服装 搞得跟黄色批发市场一样 而张梅棠浑身都是虐待出来的伤 私密器官更是血迹斑斑惨无原样 但那个男人 除了没穿衣服满身汗外 啥是没有 男人是本地有名的医药企业 大老板名叫任大军 长相挺俊 但是看起来呆头呆脑的 没有经历样子 一眼看上去 憨厚没有诚服 重点他是有父之父 警察还说他们进去的时候 任大军正拿着小皮鞭灰的带劲 怕灵智理解不了 警察还有样学样 见娘们有钱了不起啊 老子赚钱没你多 就得挨你打骂 呸 老子不赚钱 也照样能分你一半财产 他好了 老子不敢惹他 花钱搞你是你赚了 所以张梅棠说的 警方打断他的工作 指的是打断了他的床室 我听着都嫌受不了 上去就捂住警员的嘴 这任大军 简直就是打鸡骂狗屎的性虐待 赵有栋是个什么人 介绍自己的老婆 当别人老公的性无情妇 我电光火时之间 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 赵有栋账户上的那一百万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丁桥梅和任大军是夫妻 老公在外调小三 老婆给小三的老公付调费 真的活久见了 我没兴趣里会正要离开 只见之前的年轻技术警 满脸憋得通红地看着我 见我回头后急忙开口说话 于对 那八个号我跟踪了一下 虽然他们散在全国各地 但是我查到他们都有共同点 都当过混混 最巧合的是 他们有个共同的朋友 就是姜文超 我一愣 这才刚刚知道 视频里的人不是赵有动 就查出姜文超从中做梗了 这一团乱麻的到底是什么情况 那如果姜文超有问题的话 他的话就不可信了 这样想着我 分散技术警查一下姜文超 他前段时间因为卖骗事件禁局 贪钱好色的本质 很难控制 再做出点违法的事情 也是极有可能的 话因为落 却见技术警冲我摇摇头 原来他报告我之前 已经查过姜文超了 通信包括银行流水都没有问题 除了和网上舆论有点关系 查不到其他的 我听完又是陷入了沉思 突然我灵机一闪 拿出手机拨打的姜文超 借用我的手机打出去的电话 喂 都跟你保证 一定将你们十个人的工资结清 别打电话来催了 对方说完 话我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挂断了 但是我感觉我离真相更进一步了 金钱交易 十个人 除开姜文超本人 和八个网友 还剩一个 在这个案子里 还有什么被漏掉的 那一定是那个 有着大鸟的人了 我让技术警联系八位网友谈判 顺便跟踪一下这个号码 随后和林志尔语一阵 张梅棠和姜文超的 问询工作交给他 我带人前往任大军家 将对方也带了回来 而前不久出差在国外的丁强梅 虽然有嫌疑 但是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据 我便没有执着要找到他 而当我听到任大军 说的第一句话时 我便告知技术警不用查电话了 声音与气一致 就是他 对待这三个嫌疑人 进行进一步的审讯后 可惜他们面对赵有栋的死亡 三人皆是适可否认 全程只知道 回答我不知道 其中任大军的反应最是激烈 他的关注点不在赵有栋身上 反而不停地恳求警方 不要将自己外遇的事情 告诉他的老婆丁强梅 案件一时之间 陷入焦灼状态 没人找过 我只好把目光放在了 那个丁桥梅身上 总觉得有关键信息漏掉了 在找丁桥梅之前 我意外得知他和任大军 是家族联姻 谁出轨 谁放弃所有财产并离婚 事情仿佛变得越来越冷却 见面时 丁桥梅坐在我的对面 高定气袍搭配恨天高 精致装容领强人的样子 不得不说给我的感觉 是和任大军很不相配 我正要开口问话 身边的警员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他小声道 他他他 举报昨天宾馆卖淫的人 他就是举报人 我惊呆了 丁桥梅知道老公出轨 不进去捉奸 反而果断举报卖淫 这心心厉害 我正要说话 谁知道对方直接对着我 比了个虚的手势 从随身的包里 拿出打火机和香烟 啪大一声点燃 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满脸享受的吐了烟圈 日山警官是吧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听我说吧 赵有动主动找上我的 张梅堂也是他介绍给我的 哦对了 那个一百万是介绍费 任大军和张梅堂的那些苟且事情 也是我促成的 不用妄费精力查我 我就是这场游戏里面的鱼翁而已 做收任大军近身出户 离婚后全部财产归他的鱼翁而已 我身边的警员忍不住的发问 丁桥梅女士 你这样自己给自己老公找小三 涉套谋取财产是犯法的 丁桥梅笑的放肆 脸人套摆在灵面上 又不是我扒光她衣服 逼着她发情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再说了给自己老公介绍女性朋友犯法吗 我一时以色 这丁桥梅士 倒是把自己头上的绿帽戴得很端正 丁桥梅走了以后 我也打算离开 身边的警员扎着嘴 仿佛才回过神来说了句 咱们是警察 这些话是能跟我们说的吗 他坦坦荡荡的 显得更可怕了 而有了丁桥梅的叙述 我倒是有了新的想法 在我带了一个长相和赵友东 差不多的男人回来的时候 警局一片好奇 这个时间点法医走了过来 手里拿着的毒物检测证明 赵友东被注射了精神药物 而这款药物 是仁大军的医药企业 现阶段正在研发的精神力药物 因为研究失败一直未上市 法医联系了不少市场监管部门 才查出来这些 这个案子的整体脉络 虽然还是模糊 但是大概的闭环链清晰了不少 众人看着所有 被投在幕布上的证据 我和林志对视一眼 心照不宣的有了计划 三位嫌疑人都是下午开始审讯的 因为问不出什么 我们便随便安排几个小警员 隔五六分钟就开始一次审讯 一直到凌晨四点左右 我看着这三位嫌疑人 困顿得快神志不清了 这便是最好的审讯机会 我拿着几分证据 直接带着李俊英 站在江文超面前 语气淡淡却满是恐吓 你的八大网友共罪记录 和这个你找来和赵友动物分项的人 还有你自作聪明的定时一眼 老实交代吧 我们警方都掌握清楚情况了 你是二进宫 如果死不开口 你就等着大半辈子待在监狱吧 只有经过监狱的人 才会越发恐惧监狱 江文超本想狡辩 我先一步将他们的 私密聊天记录摆了出来 虽然你们的聊天记录 删除了手机也格式化了 但是说过的话 泼出去的水 江文超咬紧了牙 还想说什么 我直接拿出手机道 你说了任大军多少钱 啊不对 任大军说还没给 那至少金钱交易没完成 你的罪还能清判点呢 恩威病师 江文超低下了头询问一句 是不是真的减刑后 便供出了任大军 而此时的林志 板着脸坐在任大军面前 看着对方昏昏欲睡的模样 他说出来的话半真半假 隔壁江文超说了 你花钱顾他做事的 而张梅堂已经把你供出来了 你亲手给赵友东 注射你们企业的失败精神药物 这个案子你是罪魁祸首 你马上就要面临武器徒刑了 认罪吗 任大军浑身一抖 乍一听到这样的恐吓话 书然坐直身体 嘴巴张大下意识反驳 是他干的 我就是看他可怜 他把手握可什么都没干 我连赵友动长啥样都不知道了 观察室的我一下子就笑开了 这个男的果然是我没看走眼的 好骗 一下唬什么话都出来了 林志拍响桌子 邓着情绪激动的任大军 坐下 你说不是就不是啊 把你做的事情都说出来 是不是你干的 我们警方做个判断 对正常手段 江文超和任大军基本认罪 倒是张梅堂还在闭口不言 结合前两位嫌疑人说的话 我们再一次整理了所有的线索 审讯开始时 张梅堂还在装傻充愣 看着我们将证据一件件的摆出来 他才面如死灰 在林志24小时不间断的高强度的拷问下 他终于认罪 说出杀人人因 张梅堂是把节操看得比例重要的传统女人 因为酒吧醉酒和赵友动睡过才结的婚 婚后被赵友动精神扑二三年之久 整个审讯室都是张梅堂痛苦的回忆生 老公 我想买一件过冬衣服 张梅堂气弱的话没说完 脸上就挨了赵友动两巴掌 直接把女人扇倒在地 这样还嫌不够上下还要补两脚 就在路人下来要上去拉架的时候 只见赵友动蹲下去 亲手摸着张梅堂的头发 语气温柔的让人后背发凉 老婆 不是老公不想给你买 你看看我们是什么家庭 为了娶你我杂过麦田买房 我供你吃喝把你捧在手心上 不让你干半点家务 你远心万花钱 买这些不能吃不能喝的东西吗 我长这么帅 本来可以娶个富婆的 但我还是对你不离不弃 你这样不只感恩我离婚吧 哎 除了我心疼你 不可能有下一个 要你这种不减点的破鞋的 你这种喝醉就找男人的人 割骨带交进你仓服 是要进猪笼的 只有我这样善良的人 才会跟你结婚 只要你听话 老公还是爱你的 张梅堂乌咽着 抱着赵友动的腿 说自己再也不敢了 我在观察室 听到张梅堂细数一渐渐 被赵友动折磨的过去 我气得想找法医 把赵友动再拆开一遍 这时听到张梅堂 提到了仁大军 丁桥没给赵友动 开价一百万的第二天 赵友动哄的张梅堂 做了舒缆管节砸手术 老婆 你是知道我为了娶你 遭受了多少人的白眼 你做不到像其他女人那样有钱 我为你放弃 能够好工作好对象 你这半点都给不了我什么 但是我从来没有怪过你对吧 现在有一个可以让我们家 过上好日子的机会 你愿意试试吗 你知道你本来就是脏的 但是我不嫌弃 我们要追求精神物质上 你用你本来就没人 要的身体去换钱 你不光能找回自信 还能回报我对你的爱 这样的好机会 我只告诉老婆你了 别人我都瞒着呢 老公是爱你的 你也要为老公付出点什么 对吗 我身边的警员 每个都气得不清 却听到张梅堂继续道 我知道我配不上赵友动 我知道他为了我付出了许多 而我什么都给不了 但是我真的接受不了他 把我介绍给仁大军当小三 林志审讯完后 基本弄清楚了案子 仁大军指示 把张梅堂当发泄对象 想到自己在家被丁桥梅瞧不起 天天谩骂点逼他不如一条狗 情绪加持下 对赵友动这种人恨之入骨 然后把自家公司 研发失败的精神药品 给了张梅堂 让他扎进赵友动的脑后 直接导致了赵友动的死亡 动手的是张梅堂 任大军充其量 是鼓动张梅堂动手的帮凶 江文超是被任大军 用金钱诱惑找来帮忙的 先杀人后 伪造赵友动吃毒蘑菇吃换后 跳奔坑死亡的假象 后找到和赵友动身材差不多的李俊英 在监控下扮演自杀的桥段 同时让江文超导过舆论 迫使警察尽快以自杀结案 整个想法不错 就是愚蠢至极 自作聪明 找八大金刚玩舆论 还贼心掏天界警察手机光明正大谋财 还画蛇天足搞出一眼短信 以为警察会疏忽掉这个吗 警方会迫于压力 曹操以自杀结案吗 不可能的 他们低估了公安 愚蠢透顶 还想着伪造灭案现场 你对活人做的事情 和你对尸体做的事情 完全是两个概念 找到案件真相后 警局的众人皆是对这三位嫌疑人 表达了十足的嫌弃 这么没脑子 还敢动手杀人后伪造现场 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心大 任章将三位主犯认罪后 这个案件算是告一段落了 我将任大军等人 移交给检察机关宣判的徒刑以后 便没再关注这个案件的后续 直到在任大军和张梅棠 被移交进金南监狱服刑的时候 我才听到一个消息 任大军进监狱那天 金南市最豪华的酒店 被人包场举办了婚礼 凡是路过酒店的人 都能进去免费吃一顿 而婚礼的主人公是丁桥梅 和一个比他小十岁的男人 完